犯了严重的错的不止小朋友 连教授都会犯错 就是国立虎伟科技大学爆发 教授诈领公款的弊案 这回被查出的是国际事务长 他涉嫌以假发票来服报 侵吞了国科会的补助金 还未造赞助学费的企业名单 国立虎伟科技大学平静的校园里 竟然惊爆有教授涉嫌领公款 连证署查出 虎伟科大国际事务长庄富贤 涉嫌以假发票辅报金额 侵吞国科会补助款高达上百万元 当然是按照一些法规的规定在主义 那现在要如果需要详细了解 那我们也会拒续时间要报告 我们也不太享受太多的评论 48岁的庄富翔 拥有陈大电机工程博士学位 现任胡伟科大国际事务长 成任职光电工程系主任所长等职务 并主持教育部和国科会多项专案计划 爆发侵吞补助款 学校也很意外 整个采购程序上其实都是合法的 至于相关的细节的话 我们基本上我们也尊重 施法的一些程序 为人师表却利用植物之便 向朋友开设的电子塑胶公司 假采购 每笔购买金额都低于十万元 就是为了规避政府采购法 最后朋友再将得售金额 转入庄富翔的私人账户 目前检方还在侦办当中 但是这起弊案已经让神圣的学术殿堂 染上黑钱色彩 中间新闻江戴景雪玉平 云林采访报道